预示玻璃反射床站鱼三分钟 辽宁网红直播变真人秀 网红直播过去曾有不少糗事中途发生 播主却毫不知情 网红轩轩直播时疑似未有注意 只将手机转向厕所后与男友开始床站 未料厕所前的大玻璃却将整个激战过程反射 全程三分二十秒的床站画面被网民直播看完再疯传 引发热议 目前 轩轩仍未做出任何回应 据悉 女主角是抖音一位名叫轩轩的主播 二十多岁 住在辽宁 她日前无预警打开直播并关闭评论 期间将镜头对着厕所的马桶 开始与男友在床上大玩人体连结 以女上男下的骑程式排出了倒替字样 但全程被厕所镜子的反光网上直播 由于轩轩打开直播后 在介绍处写道 我的每场直播都是精心准备 希望给你带来欢笑 还增加不定式PK 希望给你们展现不一样的直播间 关注我窝 因此许多网民认为 它是刻意拍摄玻璃反映直播床站 借此制造话题 吸引网民追踪 网民看完纷纷留言 直播真猛 魔镜魔镜真给力 真好玩 电动床 技术挺好啊 不错呀 玻璃一个影子一直摇摆 轩轩是为好骑手 双方断的误明 双方断的误明